说盖茨 极乐一振 即持名妙法 极乐一振 是我们修行的环境 持名妙法 是我们修行的方法 那弥陀 无量无数 不可思议解 尽情修习真妙苦 这句话讲得好 我们今天用阿弥陀佛 无量级修行成就的妙苦 作为我们的因心 底下讲了 经这一次果决 作为我因心 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因 就念阿弥陀佛了 此恩此德了 非言可语 不是言语能说得出来的 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 即使诸佛如来都说不尽 无界修行 成就了 无界之前有无量界的修行 这是信德的名号 这句名号圆满称信 为什么一般人念的时候 没有感应 他迷惑 他只是一样话无辱 什么意思完全不同 一点恭敬心都没有 名号是个法 法要得气人 那法就如法了 法不得气人 法不起作用 那什么人呢 真诚恭敬的人 所以 应光大肆讲得好啊 一份沉浸 的一份理 十份沉浸 的十份理 用在我们持明念佛了 一佛如是 我对尽忠 对阿弥陀佛 有一份恭敬心 我念的名号 得一份功德 我有十分恭敬心 我就得十分功德 你要问你自己念佛 那个功德多少 首先看你有没有沉浸心 没有沉浸心 一天念十万神 也没功德 古人说的好 寒破喉咙也往然 为什么呢 没有心 所以我劝大家 最重要的 是把我们的心 阿弥陀佛 放在心上 我们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我的心 这个功德就不够思议了 你现在口里念阿弥陀佛 心里什么东西 心里面是黄金 美套 草票 这个怎么 那怎么会相应呢 全是假的 这道理不能不懂 你心里装的还是贪心 贪财 贪色 贪明 贪力 那你将来前途 纵然是念佛 你将来前途到哪里去 还是到三国道 你这种心 自己跟佛经对照一下 是莫鬼 是地狱 念阿弥陀佛 最后念到地狱里面去了 真怨望 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 清朝 秦龙时代 灌顶法斯奖地 一生念佛的 最后到地狱了 那个时候我年轻 刚刚学尽教 跟着黎明南老居士 我还没出家 我读到 这篇文章的时候 我就去问老师 我说念佛是好事情 念佛 纵然是不能往生的 也不会堕地狱吧 怎么会念佛堕地狱呢 念佛一百种果报 第一个就是堕地狱 最后一个是生 极乐世界 这篇文字 在灌顶法斯的 大师至菩萨原通章 最后一页 诸位看到就能看到了 最后一页 他提出念佛一百种果报 同一个堕地狱 最后一个往生 极乐世界 老师看到这篇东西 我提出来问他 他老人就告诉我 他说这是大事 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你等着我讲经的时候 向大众讲 这就是你的心不一样 你心里头是阿弥陀佛 你身身佛号都跟阿弥陀佛相应 这个人念佛称佛 那心是佛 心不是佛 你什么也不行 所以心要把心换出来 不要有贪心 不要有自私自利的心 不要有六道轮回的心 我将来想生到天 在天上最好做个天王 现在涛利天天王让位给你 你干不干 比涛利天更高的大凡天王 最高的摩西守罗天王 他说他让位请你去做 干不干 不能干 一干就上当了 那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吗 摩西天王 摩西天王了不得了 摩西天王是四禅天的天王 大凡天是粗禅天的天王 所以对于这个世界 明文力啊 五欲六成 把他 放得干干净净 兵都不占大 心里面只放一尊 阿弥陀佛 不要搞太多 太砸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